驻旧金山办事处与旧金山市立图书馆于6月3日下午在旧金山总图举办华语专班启动仪式 为时处分馆于北加州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TCML 及个侨校合作提供当地社区暑期华语文课程揭开序幕 也介绍本次华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以及来自台湾优质专业的华语师资 让民众了解到图书馆学华语免费又有趣 还可以认识台湾文化 该启动仪式驻旧金山办事处副处长朱永昌 教育组组长周慧怡 金山湾区桥交中心主任庄雅淑 旧金山市立图书馆代表 以及北加州各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负责人及代表均参与该场仪式 这个活动已经迈入了第五年 而且它一直在成长当中 所以我们很感谢旧金山公共图书馆 他们能够热忱地来参与 然后也增加了很多他们当地支馆的分馆的一些参与 我们这个主要是呼应到了我们台美教育倡议里面呢 就是要提供双边华语教育跟双语教育的一些平台跟机会 那今天呢我们透过图书馆的合作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学习华语的机会带到了社区里面来 乔委会也因应台美教育倡议推动 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TCML设置 如今北加州已有六所 庄雅淑表示非常高兴能邀请TCML及圣雅纳 北加州台湾学校等侨校参与图书馆属其华语文专班 透过与旧金山势力图书馆合作 不仅可让更多社区人士认识TCML 也可以让更多主流人士体验TCML活泼 华语文教学魅力及台湾文化 启动仪式上 参与图书馆11所分管华语文专案的 北加州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及侨校校长及负责人 以深入浅出方式介绍精彩暑期华语文专班教学计划 现场也播放桥委会TCML介绍影片 另外让与会民众体验台湾 南湾桥借舞团风中之余 也特别前往表演台湾客家采茶舞蹈 展现台湾文化 TCML及乔校也带来端午节粽子造型相包 传统戏曲连谱体验 球字活动以及游戏互动学习华语等精彩活动 吸引了参加民众的目光 许多民众更纷纷询问开办地点及报名方式 希望来体验学习华语乐趣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